今天来飞尼 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岗位 销售类的吧 销售类的 对 销售或者销售管理都可以 销售管理 哪家企业你觉得比较适合自己 心仪的是小叶姐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过好几期节目吧 小叶姐每次一笑 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一笑我就感觉心都化了 小叶是特别有母爱的一个人 你倒是喜欢小叶姐这个人 还是觉得引导文化的这个公司 能够有合适的岗位呢 可能我从我工作开始算吧 然后我的这个上面的一个总监 他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然后我就觉得进到一个公司 有一个人带你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其实悬绕找工作 有一部分是追随那个老板 但是我认为追随老板 就是跟人的那份工作呢 是风险大于找企业的 而找企业的呢 这个风险呢 实际上是大于找行业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但是很多创业公司呢 就是老板的魅力 就把很多人带领着走了 而小叶这边呢 恰恰它是个创业公司 它确实有这个魅力 我觉得你跟着它是没错的 之前看菲尼莫叔叔说 对小叶姐的印象 一直是特别深刻的 对于公司的话呢 我也是有过一件了解的 我因为之前是做代用营的 我所以说想转行 所以说想去从事这些 也是对于我自己的提升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钱呢 六千家 第一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台上的这些企业家 会做何选择呢 感谢杨荣主动退出了竞争 剩下的十一盏明灯 你们要加油啊 我灭灯不是因为不喜欢你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 既然已经心有所属了 那我就成全你 所以我早早退灭灯了 我觉得你还是要表达清楚 既然你面试要表达清楚 你到底去了之后 你带给他价值是什么 不是奔着你的热爱 而是你到底准备 你去他企业之后 你能够带给他什么 你能够带给他一顿明灯的 你能够带给他一顿明灯的 你能够带给大家 很快 参注